香港青年联会香港青年发展万人计划启航礼 继第28届会董会就职典礼6月11号举行 出席嘉宾包括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以及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陈东 林郑月娥在典礼上表示 特区政府未来的工作重点是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香港青年带来更多机遇 其中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资助计划反映热烈 实际上特区政府一直推进多项相关的工作 包括推动青年到大湾区就业创业和实习交流的计划等 其中在创业方面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资助计划 就是为青年提供创业资金以及支援和枢化的服务 我知道青年也有参与这个计划 而且他的项目至今已收到超过200个青年创业团体的申请 反映非常之热烈 我期待青年的项目和这个计划下面的其他项目 能够尽快成功推行 促成更加多的青年在大湾区创业 陈东在典礼上表示 很高兴见到香港青年在经历修理风波及疫情的冲击考验后 重新找回方向动力及希望 相信在中央权力支持 特区政府精准施政下 会有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 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到自身价值 当前我国在全球疫情续日下率先实现经济服输 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地跃升 我们相信有中央的权力支持 有特区政府的精准施策 有社会各界的关心关爱 会有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 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 找到自身价值 实现人生梦想